岁月不败美人 一 徐晓凤 让刘德华和周润发相继跪拜 在香港红砍体育馆连开43场演唱会 春晚导演为他妥协 主动调好档期 想尽办法送他上春晚 这个人就是徐晓凤 徐晓凤从小就美貌如花 长大后顺利地进入了娱乐圈 他纵横乐团近半个世纪 创下了无数记录 他的歌曲《风的季节》 《婚纱背后》 谁又欠了谁 等至今都是经典 唯一让人惋惜的就是 事业有成的徐晓凤 两段感情都无疾而终 早年间 刚刚闯出名声来的徐晓凤 便已经结识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 他叫郑金翰 是香港出版界有名的文豪 郑金翰不仅满腔才气 还很有钱 两人一向十分低调 不过这场婚姻只持续了五年 直到现在 徐晓凤也一直并未提起过 当初两人感情破裂的原因 而大家当时也一直不知道 徐晓凤已经结婚的消息 直到1994年 徐晓凤的往日感情经历爆出 大家才知道他结过婚 1980年 徐晓凤再度传来要结婚的消息 这次适合一位美籍华人 廖辉 二人是1973年买车时认识的 两个人当时都对对方一见钟情 这次徐晓凤不再秘密结婚了 反而十分高调 这样的恋爱水到渠成 没过多久 便传来二人结婚的消息 可刚宣布完结婚后 两人因婚后规划 谁都无法妥协 最终分到扬镳 廖辉事业有成 可产业大多在美国 他要求徐晓凤放弃这边的事业 跟自己去美国 徐晓凤做不到 一来他没法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 二来他也不愿意改国籍 他不愿离开家乡 只能放弃这段感情 选择离婚 如今的徐晓凤已经73岁了 在经历了两段感情后 再没传出结婚的消息 虽然他无儿无女 没有伴侣 但也能过得安逸舒服 无忧无虑 晚年他热衷于 慈善事业 也用自己的力量 感动了不少人 在这里也祝愿他 早日寻到心目中的那个他 彼此幸福地度过此生 一切安好 二 陈慧贤 一月十二日 陈慧贤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一张镜照 罕见路面的陈慧贤 穿着黑色卫衣出镜 他不仅将头发剪成遮掩短发 还染成蓝色 配上红唇 以及白到发光的皮肤 整个造型非常前卫 变化很大 自从2020年初 结束巡回演唱会后 陈慧贤就很少现身 过着身居俭出的生活 直到去年11月 他才再次登上舞台 与李克勤 周慧明等歌手 一起参与 保力金50周年演唱会 当时 他演唱了 《跳舞街》 《千千绝歌》等多首代表作 虽然很久没有公开表演 但他的实力一点没减弱 不愧是曾跟梅艳芳 林一连 以及叶倩文 齐名的一代歌后 陈慧贤出生于1965年 今年56岁 1984年 他发行的歌曲 《逝去的诺言》 以歌手的身份 进入了娱乐圈 后又发行多张专辑和歌曲 凭借独特的音色和唱功 多次获得金曲奖 可惜 他在事业巅峰之际 选择出国留学了 重新回来时 公司已改捧其他新人 心灰意冷之下 他一度患上情绪病 治疗了很长时间才康复 到医院看病期间 陈慧贤认识了谢国林医生 对方是他的歌迷 暗恋了他很多年 在一来二去之下 两人很快发展为情侣关系 遗憾的是 在长时间的相处后 陈慧贤发现彼此性格不和 最终已分手收场 事实上 与谢国林在一起前 他还跟知名音乐人 欧丁玉 形象设计师 张卓文交往过 但都没能修成正果 情路相当坎坷 虽然这些年 没有拍拖的对象 但我们一定都记得 他有一个在舞台上 公开热闻的对象 那就是歌神张学友 那是在2014年 陈慧贤的出道 30年演唱会上 张学友作为他的嘉宾 两人在台上唱完歌后 竟然忘我的热闻起来 当时全场哗然 不过也看得出 他们30年的友情 确实真挚深厚 如今年过半百的他 至今仍未婚无儿女 对于爱情 他也没有以前看得那么重 曾坦言感情的事 一切顺其自然吧 三 珍妮 1983年 那首荡气回肠的铁血丹心 一举拉开了武侠音乐的大幕 珍妮也凭借词曲走红 名气直逼邓丽君 成为歌坛天后 她的一生 除了辉煌的事业外 更传奇的是 她为爱坚守几十年 珍妮经狄龙夫妇介绍 认识了复生 她对这个小一岁的武打明星 一见钟情 爱得不能自拔 婚后的珍妮 珍妮一心想着相夫轿子 生儿育女 但命运开始对她不公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彻底打破了生活的宁静 复生拍外景时 出了车祸 次日凌晨不治身亡 年仅二十九 一代巨星就此陨落 当时珍妮远在日本 听到消息后 彻底崩溃 不得不停下所有工作 在丈夫去世四年后 珍妮在美国 靠精子冷冻技术成功 诞下了两人的爱情结晶 为复生带下了女儿 甄家平 这么多年也没传出过绯闻 她一辈子只爱了一个人 如今她已经69岁了 她在16年前 花费3700万 买下了一个别墅和农场 农场占地面积达5万多平米 买下农场后 珍妮也没打算吸引过田园生活 只是想在闲暇时 跟朋友们聚在一块开发农场 于是 她逐渐减少一幕前的演出 并在2014年后 全面吸引回归田园 过上了种菜 赶羊的农妇生活 珍妮还大方分享过 待在农场时的作息时间 她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 欣赏一下田园里的 虫鸣鸟叫后 就开始画画 烧陶瓷 之后才开始种菜 喂养动物 两人的孩子也已经长大了 成为了演唱会制作人 工作能力十分强 完全不用珍妮操心 去年 林一连与小她11岁的男友 龚硕梁宣布结束8年的姐弟恋 今年已经56岁的林一连 其实已经是一个在感情路上 跃进千番的女子了 她在感情上的经历 也算是坎坷 每次她都是付出自己的 所有真心实意 但到头来 剩下的也只是独自伤心 林一连与龚硕 龚硕相爱的这些年 她相当的体贴 不仅把自己名下豪车 借给她当逮捕工具 有时候 对方有通告 林一连还会派自己的司机接送 而且 林一连每次开演唱会 都一定会指定龚硕梁 当御用鼓手 增在她的通告 甚至还出钱赞助她 开录音室做老板 她是真的欣赏龚硕的音乐才华 作为自己演唱会的 御用鼓手和音乐制作人 两个人合作无间 这才造就了 他们在生活中的爱情 林一连和前夫李宗盛 以往的爱情 也一直被外界关注 虽然结局不美好 当年李宗盛是有父之父 但她遇见林一连之后 就爱上了 但是李宗盛当时拖拖拉拉 无法做出选择 对前任妻子无爱 却不敢抛弃 对林一连爱得鲜活 却不敢给予承诺 一直拖到林一连怀上了 见李宗盛没有表示 就一个人远走加拿大了 李宗盛见林一连一走 马上就慌了 感觉不能失去她 于是火速和自己当时妻子离婚 然后飞去加拿大 和林一连结了婚 他们曾短暂地在一起过 后来还是以离婚结尾 如今两人的状态 也是各不相同 李宗盛很少在写歌 也没有公布过新恋情 而林一连似乎终于活出了自我 没有困顿于这段感情 一心扑在事业上 辉煌的背后 有痛也有泪 也不知道是不是经历的失败感情太多 如今的她 已经对爱情失去了以往的热情 至今依旧保持着单身的状态 至于她以后 还会不会开启新的恋情 只有她才知道 最后 愿她能够早日收获 属于她的真正幸福吧 五 叶倩文 前不久在香港回归25周年 特别献礼的生生不息综艺中 叶倩文罕见现身 当她以一头银发一袭红裙出现在荧幕前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自觉地发出 好美 好优雅的感叹 可以说 惊艳了无助的观众 而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时 仿佛又回到了20多年前 叶倩文曾经与周润发有过多次合作 给我们贡献了不少经典的电影 但最开始叶倩文是歌手身份出道的 1980年 年仅19岁的叶倩文发表春天的浮雕 随后她又推出了多张专辑 还给电影《倩女幽魂》演唱过插曲 这首歌也被金像奖评为最佳电影歌曲 歌唱事业大火 她便尝试拍戏 演技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而这样成功的背后 当然也少不了一位重要的导师 那就是后来成为她老公的林子祥 他们先是因为音乐的关系成为师生 后来却是因为日久成情 逼得林子祥与原配离婚 恢复自由之后的林子祥与叶倩文在一起了 虽然结婚多年 但两人至今没有生育孩子 走过25年婚姻路 已过花甲之年的林子祥和叶倩文 早已满头白发 但是两人依旧毫无顾忌地在镜头前贴脸亲吻 将浪漫的爱情和多年相处的甜蜜生活 自然地展露出来 可以说是用实际行动 回击了多年来真真假假的婚变传闻 而他们也从当初的不被看好 渐渐成为了娱乐圈中的相依到老 这些老牌歌手代表着一个时代 他们的歌声也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永远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